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人惊呆了 忍不住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上来的 老人淡然一笑 答道 我已经等了你上千年 西方人又问 为什么沿途之上没有你留下的任何痕迹 老人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 通向山顶的路其实不止一条啊 虽然殊途同归 但选择的道路不同 所见到的景象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 不要以为只有自己的经历才是一种传奇 而别人经历只是一种传说 让我们回过头来把目光投向二千多年前的那部东方圣典《道德经》 看看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认识宇宙起源的 《道德经》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济兮辽兮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代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 自知曰道 有一种混然天成的物质在宇宙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它悄然无声 恒定不变 周而复始 永不停息地运动着是万物之源 我不知它的名字姑且称之为道吧 《道德经》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呼兮晃兮 其中有相 晃兮呼兮 其中有物 咬兮明兮 其中有经 其经甚真 其中有信 《道》这种物质光滑闪耀 忽明忽暗 它含有物质 运有能量 散有信息 《道德经》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世上一切事物皆实在源于潜在 宏观源于微观 即无中生有 最现代的科技与最古老的文明 如同循环线上的两个点 竟然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不谋而合 这究竟是惊人的一种巧合 还是我们的祖先确实有着惊人的智慧 千百年来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 始终不懈地探索着生命的奥秘 许多修身养性知识在性命双修 神形巨妙的境界中 不断地洞察生命的本源与真相 早在二千多年前 他们就发现了经络这一客观存在 却又潜在于无形的系统 它起着传递和调节生命的能量 与信息的作用 它只存在于活生生的人体之内 因此无论西医解剖学多么精细 也终究难以弄清其实质 可以这样说 在物质领域西方现代科学是遥遥领先的 而生命领域东方人则掌握非同寻常的奥秘 当现代科学真正弄清 气 经络 心藏神之类的概念时 将不得不叹服中国古代先哲智慧之深邃 比如中医源于修真养性知识 对于生命的深刻体验和领悟 经过千百年来无数人的验证 逐渐成为一门独特的 拥有完善理论体系的生命科学 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注重人体各系统之间整体的协调与平衡 疗效卓著 故能离千载而不衰 小时候许多人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妈妈 我是怎么生下来的 或者说 妈妈 人是从哪里来的 这时母亲往往笑着说 你是从路边捡回来的 或者说人是从猴子边来的 那么猴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于是我们就会没完没了地问下去 我是谁 我从何而来 我将到何处去 这是整个人类无法回避 并苦苦思索了上千年的问题 为什么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问这个问题 我想这是生命意识自我觉醒的一种本能反应 有人说宗教源于迷信 而小万觉得宗教源于觉醒 如果说宗教是迷信 为什么不少科学家也会信仰宗教 如果说出家是失忆者的选择 为什么一些附身名人也纷纷加入其中 如今这个世界无所事事为非作歹者 人人都习以为常 而遵守戒律信仰宗教者反被视为异类 红尘滚滚万般诱惑 财权名利恩爱缠绵 几人能舍 很难想象一个连烟酒都戒不了的人 能一辈子遵守道门的清规戒律 故前人有云 出家修行乃艰苦卓绝之事 非大丈夫所不能为也 其实有几个人是真正懂得宗教的 多数人只不过是人云亦云 随波逐流而已 比如说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死后是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 你可以不加思索地说 没有灵魂 人死如灯灭 但是世界上有许多顶级的学府 和一流的科学家 却没有如此轻易地下结论 他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长期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牛顿毕生研究科学 到了晚年却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继弗洛伊德之后的又一位西方心理学大家 荣格说 我一生的许多成就都得益于他 杜王经的启迪和帮助 大凡正统的宗教 无不是教人向善的 不杀生 保护动物 维持生态平衡 不淫欲 减少卖淫 婚外恋 一夜情 不偷盗 减少贪污 盗窃 不狂语 讲诚信 不坑蒙拐骗 不酒肉 远离不良嗜好 戒烟酒毒 这些要求 有哪一条与人类的文明 道德 是相冲突的 有一位贪官曾经说过 住过最豪华的别墅 坐过最高档的小车 穿过最名牌的衣服 吃过最精美的宴席 睡过最漂亮的女人 现在就是把我毙了 我也死而无憾了 他为何如此嚣张 因为他是唯物论者 他不相信因果报应 他不相信生死轮回 所以也就难怪 他如此肆无忌惮 实则可悲 可怜 可叹 大多宗教都诠释了 万法归一之理 道法却进一步 立正宣言了 一归何处之庙 因而他既是一部 本源科学 也是一部终极科学 他等待了我们上千年 超弦的科学探索 证明了灵魂的存在 超弦是目前 最前沿的科学探索 弦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 自然界的基本单元 不是电子 光子 中微子和夸克之类的 点状粒子 而是很小很小的 线状的弦 弦的不同振动和运动 就产生出各种不同的 基本粒子 这种粒子一旦进入 生物遗传基因 就形成了自我意识 构成生物体的所有元素 在生物圈中被循环利用 而灵魂超弦物质 则永不湮灭 生命的奇妙之处 就是不但具有自我意识 而且还不断处于进化之中 生命的自我意识 如此的强烈 只要躯体不死 灵魂便一辈子不离不弃 这证明我们的灵魂超弦 具有强大的稳定性 而稳定性源于强大 螺旋产生的抗力和向心力 以至于星球从诞生之前 所经历各种暴力的塌陷 何具变中得以安然无恙 否则宇宙的环境如此恶劣多变 经过漫长的四十亿年 我们的灵魂早就消灭了 所以有猜测 人类的灵魂或者宇宙中的超弦 是永恒的 甚至比思维空间的年龄 更长更遥远 人死后灵魂超弦肯定还在 并且是以超弦形式存在的 生物体死亡后 虽然超弦的意识 暂时进入了休眠期 但一定会在寻找下一个宿主 即精细胞和卵细胞结合后 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各种遗传特征 这种墨连爱因斯坦和量子物理学家 都无法解释 道教认为生命具有能够脱离 肉体独立存在的神石 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灵魂 但是灵魂是否真的存在 一直以来也是信者信其有 不信者为其无 这其中除了想当然的主观否定 灵魂存在的科学主义迷信者之外 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们 对于灵魂的研究 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雷蒙德·穆迪博士 在研究过150个 冰死体验者的案例之后 试图为人们揭开死亡真相 尽管冰死体验发生的情境 以及亲历该种体验的 个人性格都有着巨大的差别 但需要肯定的是 在这些人 宾死体验的陈述中 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相似性 人是一种相当依赖精神的生物 当人宾死时 一道微弱的白光 就可以让死亡变得不那么可怕 人死的时候 整个一生都将被重新评价 这种评价完全不依赖于 你是否妖缠万贯 身份地位是否显赫 而仅仅取决于在你一生里 与他人分享的爱和温暖有多少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